加品再造菠蘿便布袋 升級再造Upcycling的潮流勢不可擋 不要以為是小學生用膠樽做勞作這麼簡單 到底設計師有什麼Upcycling的妙計呢? 我們食用的菠蘿只是佔菠蘿植物裡面的大概可能是30-40% 而其他的部分我們過去也沒有利用或者沒有去做一個注意 其實科學家已經解決了一個問題 就是利用了菠蘿其他部分的纖維去造成布料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造成不同的產品 不如大家一起猜猜以下的家品用什麼廢料生產的? 這盞燈和這個盤其實是用閃爛場地的地毯做的 雞蛋不是主角,主角是裝雞蛋的盒子 其實是用雞蛋殼做的,還可以用來裝小型文具 新品牌Curcuma由三位年輕設計師成立 他們Upcycling的家品都很有心思 這一個茶几用別人丟掉的衣架那些塑膠部分裝陷成 而這盞燈的燈罩其實是用橫額做的 我們一起補充自製開心一下